很有趣的 我們拍之前 其實監製很細心地 被我們聚在一起去打火鍋 找了第一個感覺回來 其實原來大家都很相似 很容易融入了 我們也跟監製說過 不如出街的時候 做一套大叔去旅行 大家一起去宣傳多開心 希望到時有機會起行 我出租大叔的角色名叫王祥寺 他每次出場都叫王祥寺三文治的字 他跟我平時做的角色是很不同的 因為大家都看到 我多數都是做成功人士 穿著西裝 或許是超級萬人迷 類似的角色 有很多問號 究竟自己是否真的 但很開心遇到這次阿智這個角色 在我眼中 他是一個可以叫小男人 很喜歡打理家頭細母 又照顧得很好 大家看完都覺得 又是有第二個達倫走了出來 所以我都很期待 阿智的角色會出場是怎樣的 在現在這個世代或未來的世代 其實有很多人都很空虛 出租大叔或出租這件事 就是想跟大家說 當你們有什麼欠缺的事 或者有很多事根本不可以跟其他人說 但出租那件事就是 你可以跟他抒發每一件事 而他又可以幫到你 我覺得出租大叔是一套笑中有淚的戲 他很貼地的戲 所以可能在你身邊 一定有一個朋友或自己 都會發生過同一件事 那你很容易會投入了電影 再加上我們的演繹 加上我們的令到大家的投入 這件事應該可以令到大家不能離開 所以大家盡情地享受投入在裡面 不要走出來就可以了